好 下一題 請問 音迷迷知道5NA怎麼唸嗎 可以唸一次5NA嗎 5NA 嗯 5NA 新波知道5NA要怎麼唸嗎 五 馬 五馬 五馬 好像胡麻料理喔 喔 胡麻料理我好喜歡喔 五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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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想要聽這個嗎 哈哈哈哈 嗯 你們在群 心裡面各懷鬼攤人是這樣講嗎 但是一方面你們也很容易滿足啊 哈哈哈哈 這樣子很棒 你你可以挑戰一下高速的5NA 哈哈 5NA 5NA 還是你是指嗯嗎這樣子嗎 這個高速不起來啊 還是你可以高速的嗯嗎 啊 我試試看 好啊 嗯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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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已經完全不是那個味了 哈哈好像不太一樣 這個不是我想要的 哈哈哈哈 這個是那個dj remix過的 哈哈哈哈 好總之 你們這一群壞人 哈哈 壞人變態 哈哈 好 那麼這一題大概就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題 最後一個可以跟大家說我愛你嗎 好我愛你 我愛你們 還有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說啊 傻了黑哦 哈哈 哈哈ят 那新鋒呢 新鋒爸再講講講看 阿倫 immers 愛你 我愛你 愛是鐵路 哈哈哈哈哈 啦 我們下一題 每次打一咪咪的時候 我都會打成老婆 請問我以後可以直接稱icale 咪咪为老婆嗎 噢嗯... 都問起嗎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要問我嗎 哈哈 大家應該可以自己先決定一下吧 那如果 如果可以的話 請你交錯你的ID卡還是身份證 我幫你把名字寫下來好了 我幫你跟博士配對還是教授配對 哈哈哈 好心就變成簽署那個放棄身體同意書 直接變成我的實驗品 可以稱呼新波為老媽嗎 不行不行 看來我們我們還是有著少女的堅持啊 我最愛 直接說姐姐就可以了 哈哈哈 好我覺得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下一題 咪咪咪可以接受粉絲滴滴嗎 可以哦 你們就滴滴吧 那我也滴滴大家 哈哈哈 在下Kirito是個快樂的來呀 吼你這個外遇 你這個 抓到了吼你外遇 抓尖現場大家 大家看到了沒 這個就是抓尖現場啊 不是說可以滴滴 可以啊你當然可以滴滴啊 可是咪咪咪也會滴滴大家啊 呵呵那我們就 比看看誰滴滴的東西比較多好了 哈哈哈哈